大家好,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oE.js详解 我是面青甲师,爱你 讲完我们的指令之后呢 我们再针对指令 我们进行一点扩展 就是什么呢? 搜写 好,搜写仅仅只是针对我们的指令来的 首先我们强调一点 V-Gan前队是一种标识模板 这种特定的VoE特性的一种视觉暗示 换句话说 我们用它来区别其他的指令 只要是V-Gan开头的 那么就是我们的VoE的指令 好,那么NG开头的 NG-Gan开头的就是我们的Angela的指令 对吧,有各种各样的 那么既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VoE它可以和其他的很多的框架内裤 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那么为了区别它的指令前面 必然会有VoE干 但是呢,我们在构建单页面应用的时候 VoE.js它就会管理所有的模板 既然它已经管理所有的模板了 那么这个前阵也就没有那么重要 这样没有那么重要的话 在VoE当中就为两个最常用的指令 一个是V-Bland 一个是V-R 就为这两个最常用的指令 提供了一个特别的书写 好 那么特出的书写是哪一种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完整的语法是这样的 V-Bland 然后呢,Half OK,U-R 那么这种写法 如果说V-Bland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搜写V 直接来个冒号 直接一个冒号 然后呢,就直接写 那么在VoE当中 它就知道 哦,前面有冒号 那说明什么呢 前面有冒号 说明前面有个V-Bland 这样一个指令 同样的,如果是V-R V-R Click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搜写成一个 at符号 at符号代表 我们搜写了一个V-R 指令 而冒号代表 我们搜写了一个V-Bland的指令 OK 记住啊 冒号是代表 前面搜写了一个V-Bland的属性 指令 而at代表我们前面搜写了一个V-R A-Bland的指令 好 没有其他的区别 没有直击 那么缩写 V-R 里面 就为我们搜写了这两个最常用的 OK 那如果我们再用到其他的指令 比如说V-Bland的话 那么没办法 我们只有乖乖的把V-Bland给它 好好的写下来 只有这两个有缩写 最后强调了这一遍 只有这两个有缩写 好了 那么搜写就这么一点点内容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数据版内 最章节就全部讲解完成 好 谢谢大家